大家好我是双双 大家好呀朋友们 现在下午三点半了 我们两个准备搬料喂牛了 刚睡醒 没景色没力气 然后今天跟大家拍一拍我们这个饲料配比吧 其实在这个网络上有好多这种主播已经发布过无数种这种怎么配比 饲料配比这种东西了 其实我们两个也 就是不太想去拍这个东西了 因为好多人都说过了 但是好多粉丝朋友们都在问 就是你们怎么配比呀怎么喂牛的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仅供大家参考我们是这样喂的 因为我们两个也是第二年养牛也在学习也在 也在充实自己 然后希望能帮到你们 每天我们都是这个时间来喂牛 所以这个牛也基本掌握我们的时间了 到这个点基本都起来了 其实我们两个喂牛的这个饲料可能是整个网络上最简单的 就我们喂牛的只有三种东西 第1个干稻草 第2个浓缩料 第3个玉米面 只有这三样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跟大家说的 然后一会儿说先搞这个浓缩料 我们家现在600多斤的牛 我们每一头牛每一天的日凉 浓缩料是3斤2两 这60头牛就是100 多少斤 打隔了哟 一顿是96 192斤 这个我来劲了 192斤 一天是192斤 然后我们这一袋是80斤 每一顿就是 一个整袋再加一个16斤的 8公斤的一个小袋 不够 再打开一个整袋 一会儿兜半缕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就接近 200斤的浓缩料 然后上次送过来这两吨 只有50袋嘛 喂不了几天还得送 但是因为天气热就不敢多送 每次就送两吨 历秋之后天气如果凉快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送一点 送个4吨5吨都可以了 然后浓醋料弄完了就是玉米面 玉米面是用的量是最大的了 现在我们家每一头牛每一天是4斤8两 一头4斤8两60头多少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一顿是 呃 多少 72的72 144斤 一天是288斤 一天接近300斤的浓缩料 一天接近300斤的浓缩料 300斤的玉米面 一吨就140多斤 往上抬就抬不动 就分两个小袋 而我还是抬不动 一袋72斤 比如说说拎着就走 你没看倔的 雇佣了 然后我们这的玉米都是胶质量 然后磨出来之后这个 就特别黄 颜色特别黄 但是颗粒比较 比较硬 就是牛吃的不是那么太容易消化 其实 然后这个 筛子 对吧 筛子是2.5的筛 但有的人告诉说最好用2.0的 2.0的更好的消化和吸收 2.0的有点太细了 如果是散氧的话可以再细一点 酸氧的话2.5的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每天必须要喂的 这个 干草 干稻草我们家每头牛现在每天7斤左右 这60头牛就是420斤这个我会算 420斤左右 然后都准备好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把它们全都倒进机器里开始搅拌 还有好多朋友们问我们拌料加不加水加水的 我们拌这60头牛的料差不多接这三桶水 就是这三桶一桶30斤90斤水左右吧 女人当男人用这两桶水60多斤 男人当驴用 家人又干咱俩 这东西就算都准备好了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扔到半料机开始搅 搅个十来分钟 然后装袋子 这个半料基本就算结束了 就只有这么多料 我们的 就是我们始终认为喂牛这个事一定是简单的 肯定不是困难的 还要加小苏达呢 对还有小苏达 再给大家看一下小苏达的量 我们家这个小苏达用的是 用盆 这一盆二斤 对吧 这一盆二斤 然后我们家是每头牛每天就 一两 就是我们每天喂一顿 一顿就是六斤 就喂这么多 这才四斤 再来再来一盆吗 基本上这些就够了 对 就是六斤一个牛一两 一天一次 料也办完了 也装完袋了 就好多人都问我们俩为什么装袋子喂牛 嗯 就感觉特别麻烦 就不如那个拿敲一点点的搓省劲 但其实装袋子的时候是麻烦一点 但是喂牛的时候特别快 我们家六十头牛 我们从开始撒料到最后结束 我们两个人的话 不超过三分钟 这六十头牛全能吃上草 就是你抱上一个袋子 虽然可能感觉有点累 但是走的快呀 对走的快呀 你一敲一敲 像咱们去年似的 龙公就三十头牛 这个就 那么小推士一敲 那个袋一敲 那个贴料的时间长 对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晚上还直播嘛 搞直播的时候 我们贴料时间太长就不行 我们就速战速决 从头到尾一下完事 这个就痛苦一下了 那是痛苦好半天 长痛不是短痛是吧 现在是五点半 然后刚刚添上草 预计的话六点四十左右 就能全部吃完 开始喝水 吃口状态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家的小牛正在喝水 吃的饱饱的 然后喝的鼓鼓的 他们一会就该休息了 现在小牛到我们家已经两个半月的时间了 目测平均体重差不多能平均到六百五十斤左右吧 然后 啊 现在金饲料是每头牛每天八斤 我们今天刚刚家的饲料 三斤二两的浓缩料 四斤八两的玉米苗 我们家的饲料是四六配比 因为现在 每一家每一户的饲养方式是不一样的 南方可能有的朋友是以酒造为主 有青草为主 然后我们北方是以甘草 玉米结杆 然后金饲料来鼓四喂养 所以说朋友们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的饲养方式是怎么样的 还有 温馨提示 我们家没有给他们加盐哦 因为金饲料里面是有盐的 好了朋友们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双双期待你们在视频下方跟我们互动 给我留言哦 然后我们家 哪里面喂的不好的 需要改进的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这期视频就到这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